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新闻其实还是围绕在高中课纲那些反对的学生跑进教育部 然后社会上一堆人出来做 然后你可以看到了很多老台奸小台奸出来相挺 你看了就觉得很好笑 台湾社会的是非 你在最近的一些社会事件里面都可以看到 什么叫是非 台独当然可以主张 意识形态当然可以有 可是是非还是要是非 一个跟我同一国的政治理念跟我一样的 他患了错他照样应该接受处判 接受处罚接受法律的制裁 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政客就出来 我在这里再次的讲 高中课纲这些高中生 冲进教育部百分之百维法 百分之百要抓起来 这还有什么争议呢 今天一个高中生一个国中生冲进卖场 把东西偷了就跑不用抓吗 你说那是维法 你闯进人家家里 把人家的门破坏 进去翻箱倒柜不维法吗 这种是非还一堆五四三的人出来讲 我都觉得很多大人 故意要讨好这些人 有某些媒体 当然那媒体也是台间办的啦 台间办的 最可耻 泪斗台湾的土地办报纸 然后出来讲 哎呀怎么样怎么样 这些高中生是学生啊 怎么样 学生怎么样 学生可以换 可以换法吗 这些学生第一天被送 送到保安大队 台北市保安大队 马上把他交给检察官 检察官马上替他们上课 说你这个违反了哪些法律 违反了四五条法律 检察官可能一片好心啦 但是我告诉你 学生也知道啦 他们接受访问也知道说 我们这个本来就是违法 我们就要冲撞啊 我们知道会被抓 他本来就知道啊 社会上一堆大人装枪做事 这些小孩子 小台奸 他是坏到可以 假装说 我借着什么 克刚 克刚他听人家解释吗 我今天看到台大一个副校长 叫陈良基 他说怎么可以抓记者呢 教育部非常可恶 然后说抓学生 也不对 教育部跟学生应该沟通啊 他说也不是说什么 柯刚都不能改啊 但是要了解 学生是否有道理之处 进行修正啊 而且要鼓励 学生从错误中学习啊 他说校园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台大的副校长陈良基 陈良基哦 让人看不起 台大怎么会有这种副校长呢 我请教一下 台大的25个学生 跟社会募款50万 陈良基你在哪里啊 你的粮 你的鸡在哪里啊 校使人 台湾大学里面就是 一堆教授 一堆学者 然后每天讲东讲西 陈良基我再请教你 台大有你这种副校长 学术的大尺路 台大新闻研究所 有个副教授叫彭文正 请大家上网 文章的文 正确的正啊 他老婆就是李经益 两个人 在一电视主持电视 主持节目 没有跟学校申请 每天晚上主持 他说我不是兼差啊 我这是兼职啊 不违法啊 怎么样啊 你有出来讲吗 你有出来讲 没有 这是非常违反 不管任何法令 一个台大的专任教授 在外面每天晚上主持节目 可以吗 然后他现在说 有我太太主持 他在那边强词夺理 台大不敢讲话 台大从来就包庇自己的老师跟学生 从来不敢讲话 台大新研所是我看过台湾 最让人瞧不起的新闻 学术 大学里面 学术的单位 我最瞧不起台大新研所 当然里面很多人我认识 可是我是非常鄙视他们啊 那些人 也有资格来教书 你看了哈哈大笑 一点品格都没有了 教授一大堆 没有品格 没有示威你知道 我们新闻哦 我小总在这个行业这么久 我们新闻第一个 你就要有正确的示威观念 我不管你人多少啊 今天社会上 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跟小总意见不一样 我认为我是对的 我会出来对抗 我不怕你啊 大家讲说 你会怎么 我会对抗你啊 怎么样 你人都去打赢我啊 打赢我 我还是对的 是非就是对 是非 这个就是正确的 新闻人该有的态度 但是你有看到吗 没有 有时候看这些 台湾很多 自称新闻单位的 新闻学者 我最瞧不起的 你的公正性在哪里 完全没有公正性 完全针对 针对人啊 对不对 两年前 旺旺集团 旺中 旺中的老板 他想买中家 不行啊 这个垄断 真好笑 后来他想买苹果粒报 跟 一周刊 出来 这个垄断 这个太大了 真好笑 这些教授 除了无耻之外 没有一句话可以形容 为什么 因为中国时报 原来要卖给 苹果粒报的老板 黎智英 他们不吭声 黎智英买中国时报 如果一加一等一二 他不吭声 现在中国时报的老板 要买苹果粒报 也是一加一等一二 他们就说 这个垄断 这个太大 这些教授 除了教授不要脸 然后带领一些 学生去冲撞 他们除了教授不要脸 你还有什么形容词 各位 我小总讲新闻 很多人说 你骂人骂得很爽快 我其实心里 很悲哀 因为很多人 是我认识的 你知道吗 那些教授 那些学生 很多教授 过去跟我一起 在跑新闻 也当过记者 当过记者还不错 当了教授 就无耻啊 就变无耻 台湾很多单位 让你进去了 你就会变如此 譬如说台大 钟颜颜 你进去以后 你就让人看不起 说 怎么会有这种行径 各位你看 钟颜颜 的黄国昌 今天宣布要掺写戏子 大家把这两三个页 黄国昌 针对戏子时候 讲话的 新闻调出来看看 随便上网查 黄国昌是 读 等于说花式啊 诅咒啦 我绝对不显戏子 今天宣布显戏子 的立委 各位 上个月 民进党 当地的一个议员 他过去也当过立委 叫沈花会 发现了花 会是恩惠的会 我讲这个都希望大家上网 沈花会很气啊 他说我地方部署这么久 因为他过去当立委 也当得不错 沈花会我认识他很早啊 他过去谢长廷的助理 过去谢长廷选过副总统 我专跑谢长廷啊 那他们也先 跟我联络的 因为行程嘛 专门跑谢长廷的记者 因为那时候有五组在选总统啊 民国八十五年 只有一组是跟 谢长廷的 因为认为他不会当选 他们的总统是彭明明啊 那一次 所以沈花会每天跟我联络 他对我也很客气 因为只有一个人跑他 我如果不跑他就没得 没有人跟啊 那就没有新闻了 但他人也不错 大家 找沈花会上个 耶 然后在 他的脸书 因为各媒体都转载 说黄国昌终于要华力出场 黄国昌火烂 还痛骂 那时候写的联合晚报 这报纸乱写 绝对没有 他绝对不会参险 气质 今天宣布参险啊 各位 钟颜宴的 傅教授 号称 血印的精神领袖 太阳花是他带领的 太阳花二十几天 钟颜宴领专职的薪水 傅教授 傅教授薪水至少九万块啊 有没有请假 假单拿不出来 说我又请 钟颜宴一路报庇他 很多人不错 进了台大跟钟颜宴 就变坏 就变得比较可耻 我真的讲啊 各位朋友 然后钟颜宴就报庇他 你既然有 你把假单给社会看一看啊 我不相信他有假单啊 因为他的联资太浅 在公家机关他的价是没那么多 何况 太阳花事件后 他又带那些学生陈维廷 陈维廷就是那个喜欢乱摸女生胸部的那个 那个号称清华大协 清华大协也不能叫清华大协 应该叫贤族所大协啊 贤族所大协的陈维廷 黄国昌又带他们去美国 到处去演讲 然后讲章话 A5开头的章话 在美国演讲 到处讲这个 A5开头的 那四个字啊 丢人丢到国际上 然后还洋洋自得啊 那我请问一下 他一年有几天假 钟颜宴公布一下 黄国昌 还有钟颜宴那批人出来说 哎呀我们是缓黑箱 是啊 你们就是黑箱啊 你如果有请下 你拿出来给大家看 你不敢拿出来 你就是黑箱嘛 对不对 公务人员领国家薪水 然后口口声声 缓别人黑箱 自己就是最大黑箱啊 各位朋友 台湾什么叫是非 什么叫正义 我们不会很强求 但是基本的 廉恥要有嘛 今天有人 冲进教育部的部长 把门 弄开 经济欢向导会 你说有没有罪 不管他的任何身份 都是有罪的 陈良基还说 哎怎么可以抓记者 真可笑 陈良基 台湾大学最大的笑话 台大就是有这些人 才会 一堆人无法无天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台大 就是有 林辉凡 这些研究生 然后去弄太阳花 才会让很多老师觉得说 哎呀我们应该跟着学生走 跟着学生走的 除了中国共产党的文革啊 老师被戴上高帽子 上面写反动学华 油缺 说我们要跟学生走 要跟学生学习 那个历史的错误 已经被认为是一个荒唐的时代 今天台湾 很多教授 很多老师说 哎呦我们要跟学生走 陈良基最令人不堪了 他说 教育部应该跟学生沟通讨论 是啊 教育部长 去各学校沟通 很多学校 还不让他上去讲话 学生在下面一直闹 他到台中医中 台中医中的死地科老师 洗钱衣出来 公开抢他 你的课纲乱写 什么我国最高峰是圣母峰 乱写 这个陈良基 这个教育部长吴思华 他课纲当然没有办法 非常清楚 不敢讲话 结果教育部回去查 我像里面根本没有这一段 台中医中 前校的师生啊 认令 一个老师 当着教育部长面前说谎 公开呛人家 有没有沟通 有去沟通啊 沟通 他不给他沟通 呛他啊 用假的东西 台中医中是垃圾学校 你知道吗 我小董公开讲 台中医中 垃圾学校 前校师生没有反应 公开让一个 老师出来呛教育部长 用假的东西 你们还谈什么学术良心 谈什么课纲 课纲 是你们讲的那样吗 但是 洗钱一 台中医中的老师 当着教育部长 跟前校师生的面 公开说谎 这个学校毫无反应 他叫什么学校啊 他叫台中医中吗 我有很多好朋友 在那里毕业了 这种学校让人看不起 我们讲试灰 就是要这样讲啊 我听了你可能觉得不动听 小董你侮辱我们学校 我当然是侮辱啊 很清楚啊 问题 你们学校本来就该被侮辱啊 为什么 为什么前校师生毫无反应呢 你应该去呛 洗钱一老师下台 当着前教育部长 当着前校的师生面前 公开说谎 让我们学校蒙羞嘛 我讲这样有什么不对 各位朋友 讲试灰就是要这样讲 各位 陈娘机讲说沟通 是啊有沟通啊 怎么样 沟通教育部长 不让他上帝 你有出来谴责学生吗 部长跑到一个高中 去跟你沟通 他的下场是这样 你有出来帮忙讲话吗 陈娘机不要再搅情了 台大就是有这些老师 每天在那边搅情 讲东讲西 好像他们学生都了不起 现在是高中生 这高中生懂什么 高中生 我们记者去采访他 他讲什么 他讲228事件了 国民党把郑南龙杀了 笑话 这种学生不止没有知识 没尝试 而且是什么都不知道 就在那边抗议 他告诉我们陈陈波 是一个外省人 陈陈波是嘉义人 是一个画家 你抗议了半天 所有东西你都不懂 还好意思说 教育部是错的 他告诉我们 慰安护是自厌的 不是被迫的 你听了这些 你真是 不止汉言 台湾怎么有 那么多的小台奸 那么亲日本人 老台奸从日本才回来 台湾又看到一群小台奸 当然台湾还有更大的台奸 正在办报纸 办报纸那个 办报纸 泪夺台湾人的土地 这个是台湾的大台奸 但是你看 我们看多少人矫情 学生应该沟通 是啊 沟通他不给你上台 沟怎么通 教育部没诚意吗 有 然后现在教育部告他 怎么可以告 国际大笑话 那不告要怎么样 不告 就冲进总统府嘛 反正宪兵也不能开张 警察也不能拦他 警察拦他 警察就是国家暴力啊 所以 我们所有 政府机关都只能让这些人 横冲直撞 翻箱倒柜 拿走东西 只有这样吗 各位朋友 当然抓起来啊 当然抓起来 可是你看 我们这些首长 这些亲力的 学者学长 或者官员 每个人讲的五四三 各位朋友 蔡英文 民进党就是指使 提供 资源给这些高中生的 民进党就是 不要再闪躲了啦 民进党出钱 让他们去买一些道具 民进党立法院党编 陈廷飞 我都指名道姓 我都欢迎大家上网 因为小董不讲假的新闻 公开呼吁学生去包围教育部 结果包围以后 半夜就冲进去了 记者说 哎呀我们是采访 少来这一道 三星半夜 凌晨 跑去市长帮 教育部长 办公室的记者说 我是采访 真好笑 各位啊 不要把记者讲那么神圣啊 很多记者挂的记者名字 我也不把他当作记者 我小董是一个记者 而且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记者 我当记者第一名 当名嘴第二名 当主持人第三名 我自己是这样看 但是 很多自称记者 让人家看不起到几点 我们当记者 我们当然知道 很多记者会参与社会运动 不管你是学生 或你是记者 你被抓被怎么样 你敢做这个事情 老实讲 好汉一条啦 学生好汉一条 我告诉你 被人家抓了 哎警察怎么可以怎么样 我出来抗争 我敢去撞警察 我心里就要有准备 我会被警察打 被他抓 对不对 被他抓就是我的目的啊 你知道吗 我出来 搞社会运动 我被警察抓 就是我的目的 这是我的战功 里面的一条 然后还说 哎警察怎么可以 对我怎么样 我巴不得警察 对我这样 我出来抗争 就是这么回事啊 啊你看那些小闹闹 小台间 那记者 哎呀怎么可以抓我 为什么不能抓你 要抓你 你就变记者 不抓你 你就指导学生 怎么搞活动啊 不是吗 以前我们 跑环保 跑环保 环额新闻 多少记者也参与环额 都尊重嘛 但是你也没有参与 有 大家不要媚良心嘛 就是都不要媚良心 我同情 这些学生 我 帮他们策划 或偷偷帮他们怎么样 没关系 哦我被警察抓 是被抓怎么样 不要讲 哎呀警察怎么可以怎么样 不要来这一道 新闻第一个就是真啊 我跟很多朋友讲 我们出来社会 做事 或者你当记者这个行业 不要把记者讲得都神圣 记者跟其他行业一样 台湾哦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每个人 你自己选择的行业 都是你自己选择 你说我们干记者很辛苦 哎呀怎么样 没有保障 没保障你不要干啊 你可以去做其他行业 你为什么硬要干这个行业 再来抱怨 对不对 这本来就是啊 所以 你看到多少矫情的大人 和多少被煽动 但是也很矫情的学生 学生 因为有媒体天天报导他们 他们觉得很勇敢啊 觉得哎呀我太了不起了 教育部 告他们 本来就应该告啊 那教育部不告 这些人 他们就冲冲冲舞啊 反正你宪兵也不能开枪 你警察也不能拦我啊 你拦我我就讲你暴力啊 反正 全国 这种不要脸的学者 报纸 鼓吹我该这样做的 鼓吹我这样做没有错的 超过半数以上啊 我们去冲总统舞好不好 陈唐文律师今天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好 那蔡英文万一你当写了总统舞 那一群学生冲进去 总统舞跟你欢箱倒柜 你要做何处置 你现在鼓励说这些学生可以这样做啊 你鼓动13个民进党执政宣言出来 要求教育部策告啊 教育部认错啊 好 那那你要当写了 到时候有学生冲进 你总统舞你怎么办 是啊 不要等蔡英文当写啊 我在节目上 我煽动过很多次 我公开讲我就是煽动 台南 铁路东夷 你们应该去包围 去占领赖清德的办公室啊 我就煽动怎么样 然后我们来看 他们怎么处理啊 他们说占领立法案可以 冲进行政案可以啊 这赖清德 陈吉 吉他们首属的政党都这样认为啊 各位朋友 只要20个人 我们去占领陈吉办公室 有而不可 去占领赖清德办公室 有而不可 对不对 我们比照啊 然后看你民进党怎么讲话啊 怎么可以占领 怎么可以跟我们欢箱倒鬼 你们不是讲可以吗 台湾社会 很多事情公不公平 其实你就是要用 比照的方式办理 各位朋友 你听小董在这边讲新闻 听了七年半了 我小董并没有其他的招数啊 我都告诉各位朋友 我们就用比照嘛 你说可以 我们就比照嘛 我们就比照啊 可以占领立法案 可以冲进行政案 可以啊 那为什么不能冲进台南市政府 我们社会是不公平到几点呢 开车载着汽油 去转马银酒的家 两万块交保 陈炳松 对不对 去年十一月一号 然后开车带着柴油 我上个礼拜五讲的 李宪政去撞高雄市政府的 市委办公中心 当场收押 这是一个议员的候选人 要表达他的主张 当场收押 他正在嫌疾就被收押了 被判油罪 撞马银酒总统 带汽油 汽油是蓝点很低啊 我们一烧马上就起来了 对不对 结果 两万块交保 撞马银酒的住家 两万块交保 撞高雄市政府的 一处办公大楼 陈吉也不在那里办公 当场收押 觐见 各位你可以看到司法 看到我们邪述的这些人 每个人讲良心 其实都没有 讲示威 示威就是偏向他们 他们就示威 所以你看 三个记者 被中正一分级抓起来 他们就 哎呀抗议啊 好多团体 自称记者团体 新闻团体什么 那些都是垃圾单位啊 各位朋友 我真的不客气讲 我们新闻团体 会有很多很公正 很多人要抗议 就给他抗议 没什么关系 可是请问你是什么主张啊 你自己人就可以啊 对不对 大家看 昨天年二晚报有篇社论 自己人就可以啊 自己人就可以在外面主持节目 对不对 台大副教授 彭文正 自己人做什么都可以 李燕秋 被自由时报这样糟蹋 说他是A书的女主角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台湾记者协会这些单位在哪里啊 你们为什么不出来谴责 自由时报的记者 你们不是台湾记者协会很有尊严吗 你们记者 去问媚李燕秋的时候 请问你们 这些单位 你们这些新闻公正的单位在哪里啊 一记都讲不出来 我告诉你 什么叫尊严 尊严自己要有 小统干记者也干很久 当新闻评论很久 我一直在新闻界 但是我跟各位讲 很多记者 很多评论的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我们跟胡中信 跟周一寇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我们讲不一样就是 我们的 个性 人格是不太相同的 但是 我也要跟我们的朋友讲 台湾 还是有些人坚持 坚持在示威 在正义 这条路上 即使 不管它是多数或少数 但是我相信 多数的民众是支持我的 我们 来看待 这么多的事情 你的忠心思想 一定要不偏不倚 是非对错 是没有联系的 小孩子 小学生到卖场偷东西 是要抓起来的 不能说 他小学生他还在学习 他是学校 校园是社会进步动力 不要再鬼扯了 是非对错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正确的 来执法 执法就是一个教育 马上回来 你不要走开 方口是董事生小董 我小董讲新闻 大家也很清楚 我都常常用比较了 来对照 七年太阳花事件 那时候发生的时候 台北市市长是郝龙斌 警察 中正一分级的 分级长叫方仰宁 方仰宁被告了44件 在他执法以后 很多学生 因为在律师的支持下 就去告他 方仰宁 方仰宁在很多 他们占领立法院以后 又冲进行政院 他指挥警察把冲进去的人抓起来 被告了 那时候 那时候准备选台北市长的柯文哲 出来讲 方仰宁被高层指使 上个礼拜五 凌晨 然后 大家可以看到了 台北市 中正一分级的分级长 把33个学生抓起来 里面有三个记者 自称记者 我也相信他应该是记者 没问题 结果 柯文哲说 我不处论 说 抓记者是不对 我愿意道歉 市政府今天说 我们组织一个小组来调查 当初为什么要抓人 真好笑 柯文哲说我不处论 这个中正一分级分级者 当然不处论 为什么 因为抓人就是柯文哲指使的 小董你有任何证据 我没有证据啊 因为去年柯文哲说 暗示说这是好龙斌指使的 你过去再野 你就随便误赖人 今天你执政了 我小董今天要讲的最主要的主题我要告诉你 不管抓人或者把他手脚绑起来 送到保安大队 所有的行为都是台北市政府做的 不要再装了 你今天执政了 我就准备看你笑话 如果蔡英文万一不幸执政 我们就冲进总统府 跟他欢箱倒柜 我要看你笑话 冲进政府机关 表达诉求是合法的嘛 对不对 包括太阳华 或包括这些高中生 冲进教育部 民进党跟他的执政先是 在蔡英文领导之下 不但出钱 而且认为不准抓 如果蔡英文不幸当中华民国总统 我们就冲进总统府 我们去闹他一闹 怎么样 宪兵敢开枪吗 警察敢抓人吗 蔡英文是表示这都不对的哦 你敢告我吗 也不准告 你说教育部要车告啊 我们就来闹你啊 大家 试试看嘛 要号召三五十个人 去闹你很容易啊 但是你今天讲这些话 国家的刺激 国家的法力 对吗 各位想一想看 对吗 高中生做了犯网事情 不能对他怎么样 要跟他沟通 不要讲好听了 教育部长先前去沟通 我已经挤多少例子了 柯文哲每天在讲好听 柯文哲是一个骗子 你知道吗 各位看上个礼拜五 我在时报周刊 就是这一期的时报周刊 我就谁 柯文哲是个大骗子 他就只会讲漂亮的话 他做不了什么事情的 他每天讲漂亮的话 哇 大东西 哎呀 跟民众沟通 哎呀 这个大道成 我将来就怎么样 这个地方我将来要盖什么 不要骗人了啦 现在谁相信你啊 柯文哲就是 整天在讲漂亮的话 然后 他看到媒体的风向在哪里 他就去讲那边的话 知道吗 国中会考 去年大家记得吧 作文的分数 让很多人没有办法上第一支宴 很多家长出来骂 柯文哲跟他太太也出来骂 哎呀 怎么可以这样 我女儿本来可以上北宜 现在北宜上不了 四大户中第二支宴也上不了 我们只能上很远的学校 我们家又没有汽车 女儿怎么办啊 结果他女儿上北宜啊 两个夫妻整天在说谎 我们家又没有汽车 哎呀 你看女儿要怎么去上班啊 要去上学啊 北宜没办法练 四大户中也没办法练 他们家就住在北宜 跟四大户中之间 哎呀 怎么办啊 又家里没汽车 两个夫妻 每个月薪水 每个月哦 各位听我讲 柯文哲跟陈佩琪 还没有当市长之前 他们每个薪水五十几万 我们家没有汽车 两个人夫妻 每个月薪水五十几万 说家里没有汽车 哎呀 女儿好可怜哦 大家哎呀 好同情哦 原来柯文哲跟我们同一国的 我说这种骗子 一路骗 他的例子我挤非常多的例子啊 各位不想看 不妨看一看这集时报周刊 我小董写的东西 我讲的每一样都有评有记 很多人讲说 哎 你为什么对柯文哲那个 我说我没有对柯文哲 我对其他人也一样 但是我们要就事论事 小董挤出来的每一样 我都欢迎大家去上网说 小董你乱写 乱讲 我不乱写不乱讲的 各位 大家也很清楚我 我在这边讲了七年半 我的听众 多数都是爱护我的 有少部分是准备要告我 每天在录我的音 然后在登记 我讲的是什么 他们准备要去告我 我也很清楚 所以我讲的东西我很谨慎 但是各位朋友 台湾什么叫正义 怎么要示威 其实应该在人民心中 可是多数人 他不愿意挺身而出 或者他没有机会挺身而出 但是他暗中支持的是正义的力量 至少要有基本的示威 任何一个高中生 你阿公阿嬷 你父母 都知道你 你不能随便闯进别人家 去幻想倒柜 如果可以的话 你家被幻想倒柜会怎么样 我就找一批人冲进你家 你不讲可以吗 要跟他沟通吗 一堆人冲进你家 翻箱倒柜拿走东西 你不能告诉他 你说要跟他沟通 不要来这一套了 你看到整个社会上 多少矫情 矫情的社会无所不在 然后每个人来讲漂亮的话 漂亮话讲出来好像 哎呀自己好神圣 好了不起哦 哎呀你看 哎呀 你看你看 吴思华你要学学王金平啊 为什么 王金平在太阳花事件以后 立法院被破坏 被破坏 损失好几百万啊 王金平不告 王金平就找他厂商的朋友出来 这商人就自己出钱说 立法院所有损失我们来负担 王金平不告 民进党说 吴思华你要学王金平啊 对 吴思华赶快找你厂商的朋友 厂商的朋友什么 譬如说台湾大学哦 有一所议院叫台大议院 台大议院很多厂商来这边 来 卖器材给台大嘛 啊这些厂商得标以后赚了钱 你就叫他拿钱出来嘛 啊你如果没有办法 你就找柯文哲 柯文哲很有办法 柯文哲哦 他是 阿克摩的专家 厂商卖阿克摩给台大 柯文哲就叫那些厂商说 我们有一个账户叫MG149 你要捐钱来哦 你不捐来我找你算账哦 以后不给你标啊 结果厂商就捐钱 柯文哲就拿去发用 拿去办尾牙 陈良心你如果不懂 你就跟柯文哲请教 就这么回事啊 王近平有很多商界的朋友 教育部长商界朋友可能比较少 但是柯文哲这种台大医生 他商界朋友可能也没很多 可是他至少认识很多 卖医疗器材的厂商嘛 这些厂商也很有钱啊 这是小董很理性的建议啊 对不对 当然不对 胡说八道 小董你教人家这种 都是不要脸的事 是 我讲了很多事情 社会上每个人都知道 是不要脸的事 可是那些人在做 都振振有词啊 那些高中生在做 振振有词 柯文哲在做 他也是振振有词啊 明天柯文哲要出庭 各位知道吗 为了这个案子啊 他说叫我出庭 好可恶哦 柯文哲很气啊 他说我MG149 厂商监贤到我这里 你怎么可以 啰嗦咧 你怎么可以去告 很气 气得不得了 他说 台大的医生 被列为被告 真不简单啊 怎么不简单 台大医生收红包 被列被告了 一头拉骨啊 不要每天把台大医生 挂在嘴巴 我非常尊敬医生 任何学校的医生 任何大医院的医生 但是 医生像柯文哲 脸皮这么厚 拿厂商的钱还振振有词的 还说爱真不简单 台大医生被列为被告 常常有啊 台大医生像柯文哲这样的 很少 为什么 因为他把拿厂商的钱 认为理所当然 然后还振振有词 还出来骂 而且最令柯文哲的高兴 令柯文哲高兴的是 社会上 既然有那么多 不要脸的人 全力挺他 去年嫌疾 多数人挺他 当柯苏蕾一 检举这个事情 哎呀 嫌疾马 马上爆声 支持量爆声 柯文哲的太太 跳出来说 哎呀 柯文哲你碰到柯苏蕾 你应该跟他拥抱 他是你嫌疾 盛险的最大功臣 你可以看到 社会上不要脸的人很多 当柯文哲 污了人家的钱 叫厂商把钱拿进来 哎呀 反而支持力高 所以 各位朋友 你要听公正的声音 听是非的声音 就在小董的非得武餐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 不要钱 你不要买那两 那个垃圾报纸 那个报纸要洗你的 还跟你拿钱 不要脸 台间的报纸 尤其不要看 那几个电视台 譬如说 三立电视台老板 林坤海是逃漏税大王啊 总经理 张荣华也是喜欢逃漏税啊 我公开讲啊 各位你最近缴税 缴得很痛苦 这些人是最会逃漏税 林坤海跟张荣华是逃漏税 小董讲的东西都有评有据哦 然后 这些媒体你不要看 三立 民事 什么一电视 什么 什么年代 那些不要看 看了会变笨 报纸呢 苹果日报 自由时报也不要看 我跟你讲 跟你的亲朋好友讲 听非得武餐 不用钱 不用钱啊 重要新闻 我都跟你分析了 我都讲了 而且我节目讲假话 我欢迎大家来讲说 小董你讲假话 被我们抓到了 七年半 我在这里主持 没有讲过假话 等一下回来 我们讲其他相关话题 社会上 大家都在讲漂亮的话 学生亲号 学者就说 哎呀教会不应该跟学生沟通 教会部长到学校 是被羞辱啊 他已经去过很多次 请问一下 你们这些学者 人在哪里 社会上 讲漂亮的话 太容易了 各位朋友 高雄七报 一周年了 媒体写说 哎呀一周年 生意都回不来 回不来那怎么办 被高雄市政府 跟李长龙这样炸了以后 因为你们还挺 陈吉基地当市长 那是你们的事啊 我跟各位小 各位朋友讲 你就是自己该 承担嘛 高雄市政府 把土地租给李长龙 结果 爆炸了 高雄市政府没有责任啊 而且 社会监管监那么多钱 好用得很啊 哇手上有 四五十亿 太好用了 光请律师就花了一亿九千万 太好用了 老百姓很感谢陈吉 对啊 可是 如果换做台北 换做台北 玩色创意 办了一个彩色帕 跟八仙乐园租土地 换做台北的话 八仙乐园要赔 换做高雄 高雄市政府不用赔 八仙乐园也是租土地 租场地给人家用啊 高雄市政府也是租场地 给李长龙用啊 各位朋友 你说追老百姓 你要怎么办 那是你家的事啊 我小总 只能很痛苦的这样讲 我没有说 很残忍或怎么样 没有 你们找错对象了吧 你应该去找高雄市政府算账 说我生意回不来 回不来 那我只能讲 你只能去找高雄市政府啊 大家讲漂亮的话 我们看 八仙乐园的气暴 他现在死亡几个 我不敢讲 只有几个哦 我不敢讲 但是我告诉各位 现在九个 马街医院的院长 叫杨益正 请各位上网 提议的益 正确的证 他在七月七号 就发生十天以后 我马街收了五十个 这五十个哦 各位朋友 我跟你讲 他们至少有十个哦 绝对会再见啊 就说会挂了 会死了 五十的 五十的十个 等于说他照比例来算嘛 可是 现在的死亡人数 总共加起来 全国两百八十八人 总共加起来 九个人而已 大家讲漂亮的话 会讲啊 我不是谴责杨益正 他是很好的医生 他爸爸跟我很熟 但是我必须 我必须跟各位朋友讲 讲漂亮的话 大家会讲 那如果到时候没有 你看 哎呀 这医生哦 真了不起 真是那个 本来应该死五十个人 结果被我们 弄到剩几个 不要这样好不好 大家 有点善心好不好 不要去夸大 不要去讲东讲西 我讲东西 我欢迎大家上网 就这么回事 今天谢谢你说电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